今集的英國定居生涯會帶大家去Korlandale 為何會去Korlandale 呢? 因為聽說很多香港人都搬到那裏居住 我想看看是否真的走界了香港人 另一方面也要看看社區是否真的適合香港人居住 所以之前要檢查一下如何去這個地方 發現我地鐵完線沒有直接去到 雖然說有Korlandale Station 但由我這裏的Made of Elm 出到去 總是要九曲十三彎轉幾十次 就好像有今次這樣坐地鐵 去到Kingsbury的地方 話雖然說來這裡看看真是很有驚喜 看到環境很漂亮 原來這裡真的有很多學校 聽說是一個很出名的學校區 難怪這麼多香港人都在這裡 我來到這個Korlandale的地帶 我現在有一個Chinese report 看看 我先問到 看看是否有很多香港人 好啦 這裡有些新興趣 再過一些就是所謂BANG BANG那間店 看看還有沒有新的New Builds 這裡有一堆Chai and Spice 那裡有中文字 又過去看看 康培之街裡面應該有個超市 進去看看 就是那間Lunfong 有間超市 進去看看 裡面又不准我拍 在外面看一看 都是一些中國食品 香港人在裡面購物 這間就是BANG BANG Oriental Food 這裡有一個KFC 有一個BOOTS OPTITION 然後這裡 看看有些什麼食事 這裡有很多日本、韓國、台灣、香港 香港 我不是在外面看 就是看看吃 進來這裡已經聽到一些廣東話 吃點心 一走進來已經有推介樓盤了 三十多四十萬也有 上一層就看到Food Hall 好了 這個就是韓尖堂 有間中西餅店 哇 是有很多 很操控 很多樓盤說過 東方華人社區中心 很多班 原來Food Hall 就是這樣 像新加坡那些 Food Hall 哇 原來這麼大 又挺有趣 是有黑糖 不想吃天怎麼辦呢 80坡 哇 其實是新加坡那些 客家村 有多過癮 有刀削麵 OK的 水餃包紙 日本食物 中國傳統美味 啊 越南食物 文興酒家 也有 看看 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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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茶 還有可能雞飯 很可憐 但我已經吃了東西 怎麼辦 結果又看到一杯奶茶 其實這裏環境也不錯 尤其現在沒什麼人坐的時候 也有很多食物 一會兒如果逛逛 走到累呢 你這裏 吃晚餐也不錯 真的不錯 這個環境也不錯 我忍不住吃蛋撻了 今天很甜 吃到 又不理會 這裏又有間高納塔鹹 這裏又有間類似分神地 但裏面其實那些 很矮的樓 真的 感覺很舊 不過 Colondale 應該是向這個方向走 我試一下 回頭 走到那個方向 看看是否來到Colondale 市場 看到嗎 我正在訪問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樓大廈的鞋子 我看到很多新建的樓 沒有在興建中 我看看會不會走到的路 一直走 那些樓都很舊 但我看到這個海馬 家庭用品 海馬 這個foodtrop 有車仔麵 我問一個是吃兩塊 二蛋 但 但算了 看人算了 還是不要這樣放 到這裏 開始有些新建的樓 那邊開始多了 樓下的辦公室 是會計師樓 中文是借的 可能香港人自己去開 都不定 看到NW9 其實我那裏都是NW8 差很少 差那麼遠 奇怪 看到裡面還有一些新建的 其實 我覺得這個馬路都幾重 都幾繁忙 這邊的樓有夠 這邊的樓有夠 說到一塊塊 不是我很喜歡的一些環境 去到這邊 應該越來越近地鐵站 就開始越來越多一些新樓 這一樓是 這一樓也是 這一樓也是 我想真的很多香港人 買了這些 Mill Builds 一路再走 啊 原來是Underground 原來是多近的 這邊又旺長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 有些超級市場 這就是地站 這就是地站 這邊只有Costa 我現在還沒看到Gale 或者Patermanger 那些 剛才說剛才在建樓那裏 等一下走走走看 看看有沒有商場 其實這個Mix 不是見到很多香港人 為何我真的都不算多 中東 黑人 印度 都比較多 偶爾當然有些香港人 有些人 看一支 但不算很多 這裡有很多新興建 但最好笑的是 這裡只有4G 沒有5G 連接都有點 純順一點 這些高樓大廈 Mid Rise 這裏 正在建樓的東西 Mid Con Mid Con 那裏好像見到公園的物體 應該是一個地家的物體 真的 那一間店舖 都不太悶死我 一天看公園 退休生活 那些街上完全不可以 漂亮 雖然是這樣說 但走到這裏 就有一個很大的草坪地 公園 有很多人在玩 有很多小朋友 這裏 這裏挺舒服的 這裏 有寶寶在玩 剛才看到 珍喜那裏 有一個很殺死的 就是有停車場 其實現在我家附近 要拍都是街拍 那你問我 我真的不太想買貴車 但是這裏 有一個地下停車場 那不知道是不是只是 那些 1 bed 還是2 bed 才有 因為1 bed 很多時候 沒有得來買停車場 而想買 問到 不知道會不會有 我都不太喜歡住 那些2 bed 那些太大 就是這樣 一個 存給你 但是 我開始感覺到 人家的嘴巴 但是不要交流 走 這個Colondale Garden 就是狂售給香港人那間 這個 剛才我真的看到 有些香港人在 那應該有些人 已經入了火了 應該還有一些 起近 有些微氣號 又是很Canary Walk 很密 你看 這麼高 沒錯 就是這裏 都很多香港人 聽到很多廣東話 一邊再move過去 看看會不會有聽到 其實這邊我問的 其實這邊我問的 是挺好的 不過你看這邊的樓 就是有點舊 而且很近馬路 當然內縣那些 就會比較好一點 真的看著馬路那些 我猜應該都不會便宜 那樣 真的太吵 聽到嗎? 真的很吵 再看這邊 這些就會相對來說 就 比較像一些 傳統的英式街頭 那樣 你看這個地盤 還有多少東西在這裏 在這裏 真的有很多發展 在這裏 我們看看能否找到 巴士是一個購物中心 好了 因為走了這麼久 都不覺得有什麼大型商場 看看Google 就看到一個叫 Vancross Shopping Center 於是就搭巴士去 其實搭巴士也有十多個站 才到的 還不止 還已經不是Colander Area 是一個 Vancross Area 你想想 這裏沒有什麼好賣 還要乘巴士坐得這麼遠 才去到這個 又不可以叫無雷工那麼遠的地方 總之要去到巴士總站 才有這樣的商場 進來有 M&S Mini Soul 這裡有 Ice Cream 這些東西 暫時都不太吸引 Voltafone在那裏 整個Volvo陳列室 Mango 都是名牌 Watches of Switzerland OK的 我都 這裡有Zera 有Levi's 有O2 有Sketchers 有Starbucks 都可以 起碼中價 Fanwick 100貨公司 不過都不像高檔 但起碼有很多東西賣 我進去看看 女裝 然後這裏是男裝 一起擺 什麼都有 底衣 面衫 全部一層 BB的頭玩具 看看有沒有我最想買的 車仔先 這裡有傢俬 不撐住了 遲些先 這邊有 Restaurant & Bar 看看吧 Foodle Hot Wheels 有什麼特別的 都是沒有我想買的 正常 是那些西餐東西 Lunch 8-10多元 OK的 買出來了 這裡有McDonalds 有McDonalds 因為我這個都很喜歡的牌子 Charles 不懂得 我大喜歡的 有沒有用 Horchers S49 OK的 有功請我才說 Boot 剛才說這牌子 Horse & Curtis 這家是Horse & Curtis 人類可能是玩具 不過不是TOMICA 是大人玩的玩具 不是玩具 是說這些遙控的東西 可能都是已經不屬於Colindale 所以其實 加上坐車也會坐上 一整半小時 所以有點遠 所以都不是見到很多香港人在這裡 例如Ted Baker Waterstones 書店 太陽眼鏡火 都幾中價的 又開始有Dep Food Vegamama 剛才也說 是遠龜的 這裡有Ted Monkey 想不到這裡竟然有Apple Shop John Lewis 還有一個舊的牌子 名字 有點舊 但你猜不然有一個Apple Shop 這麼小 大致上就是有這樣的 Shop 最常常的 很普通的購物中心 好了 走了十日半天 你看看影片 你覺得悶嗎? 你不覺得悶嗎? 我就覺得很悶 結論就是 Colindale 這個地方 或者我不是結婚 有小孩的家長 所以對我來說 沒什麼感覺 第一 沒什麼生活配套 要走到Bandcross 商場 有些東西不太好 沒什麼興趣 反而有一個驚喜 就是 在巴士總站 坐車回到我現在住的那裡 其實是半小時內 就已經到的了 話說Zone 4 其實回到我Zone 2 都不是很長時間 不要被地鐵騙了 原來坐巴士很近 但是你問我是不是想搬來這裡 真的沒什麼感覺 或者香港人真的喜歡住這裡 但是沒有關係 下集我會去Staycation 附近Teddy一家人去玩 那去哪裡呢? 大家先看影片 慢點關子 下集再跟大家說 拜拜